三师叔怀疑她是古墓派的 不过那丫头又跟李莫愁一块出现 看来又不太像 真的是姑姑 我们已经约好那个小丫头呢 明天来比武 他们到底有几个人我们不知道 如果能够得到两位相助 就算他们人多我们也不怕 好 明天中午我们一定到 老大 我们先走了 我送两位 不过 到了重阳宫 最好别让几位师祖知道 当然了 请 请 明天就可以看到姑姑了 睡觉啊 明天见着那个丫头 非把她耳朵切下来 好臭啊 你该总不会在这儿就 我没在这儿啊 问你自己啊 我不会是我 报复呢 小杨啊 小杨 待会你就会看到杰瑟佳人了 我看我真是对杨弹琴啊 吃吧吃吧 小杨弹琴啊 好啊 嗯 等那个臭丫头来 我一定好好教训她 是 师叔 你们这批臭道是跟臭乞丐等本姑娘很久了 原来不是姑姑 臭丫头 你居然敢来 快叫你帮手出来 关刀就是我的帮手 死丫头 你也够狠的 哼 你还看什么 你看她那个样 还说什么天仙呢 给我姑姑当丫头都不够资格 看什么 臭奸人 让我来收拾你 好 让你见识下全真叫剑法 哼 用那些断剑又怎么能跟我打 好啊 臭丫头 他们到底是你什么人 哦 原来是李莫愁的人 两边都不是好东西 懒得管了 不行 她假扮姑姑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好 我待会儿去教训你 洗礼仙子 贺兄弟 陈大哥 我们走 死丫头 你好自为之啊 糟糕了 我没有刀来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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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这儿鬼叫鬼叫的 啊饿什么 糟了吧 好意思说呢 还不是你们把我羊吓跑了 爷爷一定会打死我的 糟了 算你一地羊帮了我们都忙了 那 干嘛你不要 傻瓜 这可是银子哦 谁说不要 一定怎么够啊 那 只有这些了 好吧 啊 看什么 笑我掰小是不是 杀了你 不要杀我 是我爷爷教我的 我爷爷教我的吧 你爷爷教你什么 是这样的 有一次见到三姑娘 我瞪她的眼睛看见她的脸 不料我爷爷当头就是一棒啊 三姑娘是谁啊 三姑娘就是我们隔条村子里的 牛婶的第三个儿子 最小的女儿 就是她 还有她是全村里最漂亮的女孩 人家死尸 什么死尸 西尸了 大概吧 我爷爷说 女孩漂亮就叫死尸 但是我不明白 你比死尸三姑娘美 我爷爷又不让我看 你的死尸脸 那我没有别的好看了 我只好看你的死尸脚了 你真是个傻蛋啊 你不光是死尸还是仙女 你怎么知道我叫傻蛋呢 他 你真的是叫傻蛋呢 那你爹跟你妈呢 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只剩下爷爷 他兄弟要命啊 我 我把羊给弄丢了 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你跟我回去求求情 好不好 好不好嘛 你干什么你放手吗 脏兮兮的了 回去替我求求情 不然他会打死我的 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你先放手再说嘛 哦 好 那你有本事跟我来吧 好 你还跟着我啊 好啊 你再跟着我 我就一刀砍死你 别走啊 别走嘛 你干什么嘛 你你 什么事啊 他是我小老婆 他不认我 他还拿刀杀我 你看 你怎么跟着呢 你这个死傻蛋 你胡说八道 你你你还占我的便宜 一混蛋呢 你丑子里 谁说他是我老公的 哎哟 你这个死傻蛋呢 每天叫你去牧羊 你就跟小老婆跑了出去啊 哎哟 爷爷的身家性命啊 就这么一只羊 现在连关他老本都没了 哎哟 我打死你啊 哎哟 打死你 我打死你 别打了 爷爷不能打了 你这个 你这个傻蛋呢 你打 打 打死你 打死你 不能打死你 喂喂 我小老婆跑了 媳妇媳妇 哎呀怎么这个傻蛋也欺负你呢 啊 我哪敢欺负他呢 是他欺负我啊 哎呀这个老婆好凶啊 他打我你 哎呀够了够了 你们一老一小的在那儿一搭一唱的 有完没完呢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 哎呀 哎呀哎这个傻蛋呢是傻了一点儿 我知道是委屈你了啊 但是呢你们不能打他啊 哎呀我几十岁了是无所谓啊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那你没有这傻蛋呢 那你怎么过呀 是不是 哎呀你老不休你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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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快快快快快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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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没完呢快追呀 好啊 真是个笨傻蛋 你叫我啊 哎哎哎哎哎哎 你叫我啊 哎 唉 rear 大姑娘 刚才是我叫的 傻蛋虽然有点傻傻的啊 但是人品还不错啊 你就别生气啦 police李 你就别生气了啊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怎么啊 哎呀 你不教训教训你们两个是不行的 还以为本姑娘好欺负啊 死了 我也死了 我也死了 爷爷 爷爷 你把我爷爷打死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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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张开眼睛 爷爷 爷爷 怎么会呢 我出手也不是很重的 不许碰我爷爷 我 爷爷 走远一点 我爷爷不想看到你了 快走啊 我的龟隐 碧隐功夫厉害吧 等一下 转我下榻 真不错 刚才打我屁股打得很过瘾啊 乖乖的在这儿休息一下 等会儿我再救你 你还不过去 你这儿呢 你背得担心快 想被我 zaman 不是 其实 还是 不过来 你 吃吗 傻蛋 我走了 傻蛋 傻蛋 爷爷从小把我带大 你一场打死他 以后谁照顾我 我又不是有意的了 你快点把爷爷赔给我 我爷爷 赔我爷爷 你没有良心 你没有人心 你狼心狗肺啊你 你以为我天生就是这样的吗 你你你你 不说 还不快出来 小鬼 你敢偷学武功 我没有 我看到师父跟师姐林练功好辛苦 我是拿水果给你们吃的 师父 我让她也不敢偷学我们的武功的 林伯 你还满藤你这位小师妹的 吴双 如果我心情好的话 也会传授给你一招办事的 但是我们古墓派上乘的武功 你休想学到一招办事 免得你将来替父母报仇的时候 逼得我要杀你 怎么会呢 弟子现在最亲的就是师父 至于父母长的什么样子 我都记不得了 小鬼头 你还买会说话的吗 进去吧 哦 我就这样受尽了委屈 被李莫愁这个女魔头折磨 就算别人杀了你的父母 您就要乱杀人吗 是的 是的 傻蛋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爷爷 你怎么送啊 本来我不想杀你的 可是你引发了我的伤感 将这几年来所受的委屈的 都告诉了你 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在傻蛋面前流眼泪 你不死 你不死 母亲无故 人又傻 也会被人家欺负的 不要杀我 不要 不要杀我 不要 不要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傻蛋 这也是为您好 哎呀 有缺口啊 这两地银子是你给我的 现在我还给你 反正没用了 傻蛋你 哎 你怎么不会动了呢 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我知道你点了我的穴道 聪明的 快解开我的穴道 否则我让你 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 我哪会点穴呢 不过 我们村口的张大叔 他会啊 他练过 他说啊 只要用手拍拍对方啊 他就不会动 而且再拍拍呢 他就会动了 我试着拍拍看啊 你可别叫我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哦 哎哎哎 你你快住手啊 你住手嘛 哎 拍拍就会动啊 再拍拍看啊 哎 你再碰我 我就咬蛇自禁了啊 不拍 不拍就不拍嘛 你自己站稳一点啊 摔倒了可没人扶你哦 我走了啊 再见 死傻蛋 等我松了穴道 我一定把你碎尸万端 是师父 我看见一个乞丐插着把弯刀 一定是那个死丫头 到附近找找看 傻蛋 凌波 你进去看看 是师父 师妹 师父一定不会让你舒服死的 让我尽见师姐妹的情谊吧 凌波 师父 你认为我现在连杀人都不会了吗 你犯不着这么快就下手啊 你看见师父也不下跪 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何必多说 你偷了我那本武毒秘传 赶快交出来 你这个女魔头 带老夫来教训你 是谁 快走啊 走 追 是 是 我需要 castigo fais existe 我記得 我在這兒 就完了 快走了 不要怕 我们走的是小路 一会儿他们不会追上我们的 你干嘛 你肋骨断了 我帮你接上而已啊 你会接骨啊 当然了 我家那只赖皮狗啊 跟隔壁那只大黄狗打架 打断了腿啊 是我帮它接的啊 还有啊 村子里啊 有一只母猪乱闯 撞断了肋骨 也是我帮它接的 九四零 臭傻蛋你 你骂我是赖皮狗 是母猪啊 你才是猪呢 如果我是猪 我是公猪 那你是母猪 你 这什么 我踢赖皮狗接骨啊 不到两天就活蹦乱跳的 还有其他的狗打架呢 你不能碰我 别别扭了好不好 我帮你接好之后啊 你赶快走 否则走不掉了 好啊 傻蛋 如果你骗我 你就不得好死哦 你不是帮我接骨吗 你还看呢 你 你 你再都看我一眼 我立刻就咬舌自禁 别哭了 我已经闭上眼睛了嘛 我已经闭上眼睛了嘛 为什么你总要拿为过儿 跟那位姑娘呢 说到无双她是我的叛徒 不用你管 哦 原来你一直都在跟着他们两个 我说了 鬼鬼祟祟祟的 丢进我们古墓派的脸了 哦 我明白了 你明白 一定是你的过儿见一思迁 看到我的叛徒有几分姿色 对你移情别恋不要你了 你胡说 不过是孤儿的心肠好 出手帮你的叛徒而已 是吗 哼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看你的样子 像个木美人似的 以前在古墓没得比较 哼 所以那个傻瓜 把你当成如猪如玉的 哼 但是我现在这个叛徒 机灵活泼 总比你这个木美人 更适合你的过儿 是姐 哼 也就是说 从今以后 你的过儿 也不会甘心为你而死了 换句话说 你的誓言已破 哼 你私自下山 也是本派的叛徒 你不配为古墓派的人 他要是你 你不配为古墓派的人 你不配为古墓派的人 出席你 供王 能遮到坑派的人 去适合 你乎一辈过 玉女真经 我们一起学会她 然后杀进天下的薄情郎 玉女真经不可以交给你 生无可恋 你又不愿意跟我一起 杀进天下的薄情郎 还不如你死了 由我接管古墓派 我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孤儿不肯娶我为妻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嫌你又冷又古板 不会 她不会的 别多说了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就休怪我烦恋无情了 师姐 我现在很烦 我想再多说 师父 掌柜的 帮我们弄点饭菜来好不好 啊 阿成 进去拿点韭菜给这位客官 哦 哎呀 哎呀 死傻蛋呢 天生脏兮兮的 弄得我跟你一样脏啊 走开了 啊 对不起啊 算了啦 你 好了 傻蛋 你不要再装疯卖傻的啊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嗯 我又不信诈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叫傻蛋 我当然信傻了 好吧 你不说就算了 那你师父到底谁啊 嘿嘿嘿 我师父叫姑姑 什么 嗯 姑姑 嗯 那姑姑又是哪家哪派的 家 是不是这个家 嗯 那家就是这个家 哎呀 这会被你气死啊 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哪 你才傻呢 还说我傻 我来我来 哎 你吃东西怎么这么不斯文嘛 你还是到别州去吃 不要跟我一块吃了 走开了 走开嘛 又不用筷子 用就用嘛 什么了不起 对了 哎 哎 哎 坐百通 小姑娘做好事拿这把刀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你 走 嗯 走 嗯 奇怪了 他们这么莫名其妙的就走了 哎 哎 真笨哪 你不施舍给人家 人家当然走了 哎 哎 我们也走吧 走到哪去啊 去救爷爷 再也不去 他就活不了了 哎 快快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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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傻蛋啊 这次成了臭蛋了 傻蛋脱光光了 你可不得偷看呢 知道了 得了 你的样子既脏又丑丑八怪 多看一眼 我连隔夜的饭都会吐出来的 洗得干干净净的好舒服 你 你就是傻蛋 一 二 三 四 五 你看了我五眼 也就是说 前天 大前天 大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的饭都要吐出来了 你去哪里啊 走啊 谁站在这 你让我一个人在这 姑奶奶 你受了伤不能走 又不准我抱你 叫我怎么办 傻蛋 我准你抱我就是了 你准了 掌柜的 帮我们送点饭来好不好 哦 阿成 拿饭菜给客官 哦 哎 傻蛋啊 你要去哪里啊 哎 你不是不喜欢 别人跟你同桌吃饭吗 哦 你就会气人家是不是 过来坐了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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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臭丫头 小龙 哎 师父 跟我来 来啊 快 师父会找到我房间的 没关系 傻蛋有办法 来 来 掌柜的 哎 哎 师姑 您老人家想住店吗 什么 你敢在我面前说老子 哎呦啊 哎呦 哎 搬他们两个上床再说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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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床啊 我 是啊 凭什么要我跟你上床啊 别说那么多了 你师父快来了 快啊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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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坐 进去 跟平常亚喝酒 倒酒 你不是说摆脚的在里面 哎 刚才还在啊 那间房谁住 几位大爷 看来我们已经玩过来 你这个傻蛋啊 真是诡计多端呢 糟了糟了 我真糊涂啊 傻蛋该糊涂的啊 我们假扮道士 那三个家伙知道的 如果对你师父说了 那不就完了吗 那三个臭道士 比我们还早走呢 应该在我们前面才对啊 看你失魂骆驼的样子 真是 心到哪儿去了 两位兄弟 贫道想化缘 别装身弄鬼 聪明的就跟我回去 见执法长老 终于来了 两位既然不肯化缘 就请让路 快把脸弄脏 臭乞丐 小道士 你们两个有没有看见白脚丫头经过 小道经过此地 被两个人拦住去路 小道又没有带兵器 请道友看在老君的份上 借宝剑一用 多谢道友 师弟 你不用帮忙 让他们知道全真教的功夫 全真教 你这是全真教 刚才我手下留情 为用本门神功 才用九流的全真剑法陪你玩玩 刚才的就是本门神功三步复古针 三步复古针 哼 如果你再走三步 就会独发攻心而死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就一辈子坐在这里 多谢借鉴一用 等一下 小道士 你武功真的不错 你究竟是全真妻子的 哪一位的门下 仙师是王崇雅 我姓李 李莫愁 江湖上的人称我赤练仙子 也有人称我是赤练魔头的 你听过我名字没有 我真的没有听过 不过姑娘你长得貌美人 又怎么会是什么魔头呢 哼 你开我的玩笑 自称是崇阳派的门下 哼 本来我应该让你尝尝苦头 再死的 不过姑娘你还蛮会说话的 好 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 不行不行 贫道怎么可以跟后生晚辈交手的 哦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说 我师父是崇阳真人 跟你祖师婆婆是同辈 自然我的辈分比你高 像你这种娇滴滴的大姑娘 我老人家怎么会欺负你 哼 再借把剑给他 是 不行不行 本来是绝对不可以跟后生晚辈交手的 不过既然你苦苦相逼 好吧 我就空手接你三招 不过言明在先 假如你挡得过我三招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但是三招之后 你不可以死缠着我 好 那晚辈得罪了 小心了 哦 原来是你 你这个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哼 枉费我称赞你是天上少有的友情郎 原来你跟所有的臭男人都一样 哼 我这个叛徒长得不错 他断了骨 一定是你帮他接的 哼 成好事了吧 你胡说 怪不得你师父这么气你 他一直跟着你 姑姑跟着我 想不到你跟别的女人做出这种事来 姑姑 我要杀尽你们这些父亲的人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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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对不起你 好 念在你还有一点良心 让你死得痛快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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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蛋 师父 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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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蛋 看你失魂骆驼的 我还真有点怕了 再见了 你要走了 好嘛 你走啊 等我师父捉到我 让他慢慢地折磨我好了 其实你师父 是我师父的师妹 我看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不可以侮辱我师父 难道不是啊 你一定嫌我长得不够漂亮 让你没面子 什么狗屎师父 干嘛这么紧张 你比我师父差得远呢 我师父是仙女下凡 你当他的丫鬟自个儿都没有 你 你 你师父就算是天下第一美人 也没有你的事 敢侮辱我师父 如果不是急着找师父 我一定打你的 那你找到你师父以后 打算怎么办 他想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他要我在古墓陪他一身 我就陪他一身 那我以后都看不到你了 好嘛 你走嘛 你尽管丢下我不管好了 让我师父杀了我 那我今生今世也报不了父母之仇 我知道我密苦 我不用你管 假如你师父真的杀了你的话 我会替你报仇的 我师父是仙女下凡 你当他的丫头资格都没有 你当他的丫头资格都没有 委屈求全